但很多人他会认为自己很喜欢那样东西 其实他不是真的喜欢 这个有很多的 我有个亲人他很喜欢跳舞 他会说我都很想跳舞 不过我经常都抽不到时间去跳舞 然后我说不是 我见你你每晚都跟朋友吃喝玩乐 那些时间你为什么不拿来去跳舞 然后他立即没有声音出 但是你常常口口声声说你很喜欢去跳舞 我觉得不要介意 你不要侮辱了喜欢这个字 因为你喜欢一样东西 你怎么都一定会找到一些时间去做 譬如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我有做part time的 我买衣服 那间店铺的商场是死场来的 真的没有人的 我那个上司是一位女士来的 他又不介意的 是什么呢 就是当没有客人的时候 我可以看书 有客人的时候 我说随便看吧 欢迎光临 但他一走了 他又在沙门下面 又潜了一本书出来看 为什么呢 你喜欢那样东西